最近亲爱的热爱的里面呢 一向剑拔弩张的韩商言和王浩两位老战友 终于是重归于好了 一场在浴室里面的哭泣看的人心情复杂 因为十年前的一场变故 索罗战队的队长王浩选择离开队员放弃梦想 十年来韩商言始终放不下这心结 不过在昨晚的剧情中 两人终于已久敏恩仇 你知不知道这十年来 我多想像今天这样和你痛痛快快地喝一杯 每次不管我开心或难过 一会儿是我们打赢了比赛 我都希望你可以在身边跟你分享我的喜悦 可是你呢 你也呢 这场戏竟然是我们开机第一天的戏 非常难 非常难 因为首先我在这之前 我跟Solo不认识 我们两个演员都不认识 没想到这场重温兄弟情的重头戏 竟然是剧组开戏第一天拍的 在开拍之前 演员们只有十天左右的表演训练 再加上狭小的空间里 本来就不容易出戏 为了演好这场戏 李宪和李泽峰也是想尽了各种办法 海上妍的第一次哭戏也因此诞生 不过在演员们这么生疏的情况下李宪也是哭得很挣扎 我们只知道两个人在表演训练里头愿意去展示给对方的情感 那不愿意去展示的很多东西就比如说哭啊沮丧啊难过这些东西 那场戏演起来的时候还挺痛苦挺难的 然后一直在调动自己的情绪 一遍过不了两遍两遍过不了三遍 那一晚上就一直在拍那一场戏 为了这场戏 李宪和李泽峰折腾了一个晚上 对于李宪的表现 前辈李泽峰倒是很是赞赏 对不起 很好很好很认真 因为我们刚开始见面 我不知道就是我不太了解 说你这个平时怎么老是气气的呢 可能是他在找这个人物感觉和状态 我觉得特别的专业和职业的演员 在今晚的剧情中 曾经的索罗战队队员们重新聚首 曾经的不理解也都一一化解 这边兄弟情升华了 儿女私情也不能耽搁 童年 我们结婚吧 结婚 好吗 我第一次被人求婚 等一下 我现在心情 我特别紧张 我感觉我现在看什么都双影的 感情渐入家境的韩尚颜 向童年求婚 不过童年却表现出一副 完全没有准备好的样子 懒人的情感能否开花结果 童年的父母又会生出什么枝节呢 亲爱的热爱的大结局在即 追剧不要停呀 记者李培志编辑我的